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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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蠻訝異的 因為它很 就一直來就咻出去了 然後而且是很順暢的 還有我很喜歡它的那個避震系統 就是避震器 因為常常過一些那個 不平的路的時候 我覺得 欸 那有彈性的感覺 不是說 這樣錯一下的感覺 對 我特別喜歡它的那個 導航是可以切換到儀表板上 然後 你就不用一直往右邊看導航地圖 你就直接往下瞄一下 就那視線是非常順暢的 不用這樣轉來轉去 它的注意力可以比較集中在開車 我覺得優缺點是這樣 我今天開這輛車 剛好經過很多小巷子 那我覺得它一轉彎很順 我都不用擔心 要還要再倒退或怎麼樣 因為女生開車技術你也知道 會那個掌握度會差一點 可是它讓我覺得很好掌握 我一轉欸 就轉過去而且還覺得很寬敞 就靈活度非常高 那我自己X3的問題就是會 常常可能有時候還要倒退一下這樣 它的缺點喔 對我來說 我覺得它的後 因為我還跑去後座試坐了 我請人家開車我坐在後面 我覺得它的椅背太直了 它沒有辦法讓我覺得坐的是舒服的 還有它的視野 因為X3是稍微高一點的 我可以看比較高這樣 我覺得它讓我覺得 一直想要這樣看頭去看這樣 可能是駕駛的習慣的問題 它的LED的面板帶給我蠻大的驚喜 因為把導航整合在上面 會有一種就是類似抬頭顯示器的感覺 我不需要再分神去看旁邊的螢幕 或者是說我再去看其他特別的東西 我可以很專注的在駕駛上面 我覺得這是很棒的一個設計 那另外一個蠻驚艷的點就是兒童安全鎖 它現在是整個放在駕駛座的中後門把上面 那不管我安全座椅在哪邊 其實我有需要我就鎖起來 那我如果要下車要怎麼樣 我可以再把它解開 這個跟傳統像我自己現在開的S205來說 我需要在門上面直接去做設定來講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調整 中控台其實我今天也跟我老婆在說 中控台的表現是很簡潔很乾淨的 那不管說是我們講的怠速熄火 或者一些按鍵 就全部都在中控台非常簡單 那冷氣方面其實是我另外一個我很喜歡的點 因為我要從哪裡出風其實直接操縱 風量大小直接操縱 而且像我媽在說後座風量很足 這點我們是覺得非常非常的好 那坦白講這部車今天試車的感覺 唯一的缺點可能就是馬力比較小 這個是我們覺得比較可惜的地方 就是有的時候需要一點馬力的時候 因為像我們家都大胖子 所以比較需要馬力的時候 它提供出來的馬力不像賓士那樣 那麼線性那麼足 那真的說缺點 其實我今天問我太太 我說坐起來的感覺 他說椅子很硬 她喜歡 但是我媽就會覺得椅子太硬了 其實我們家就已經出現兩個聲音 可是可能因為S205的懸吊比較軟的關係 那這個懸吊比較硬的關係 所以在乘坐舒適度上 確實我太太跟我媽媽都覺得 比較沒有像205那樣舒適 那其他如果你說缺點 可能就是前驅的 前驅跟後驅的那個傳統性的問題 那車式空間上面 其實真的也是因為沒有那根傳動軸的關係 其實車式空間感覺上是不像205壓迫感那麼重 其實我們 我個人覺得還蠻喜歡的 對 缺點 說實話我覺得大概只有這樣而已啊 沒有什麼缺點 車架上面真的很有吸引力 真的 我沒有特別想說要去跟我平常就是 開車的習慣來比 那只是一坐進去的時候 我第一個 當然就是你要開始使用那個方向盤 然後我第一感覺就是它很輕 然後衝動起來很軟 所以你會覺得 有點擔心它是不是會容易飄動這樣子 但是事實上是還好 因為它也不是反應不是那麼的快速 就是你晃就晃到隔壁車道去 然後再來是那個踩油門的部分 我有是它在第一檔的時候 它的 你踩下去它聲音是很大 你感覺好像你要加速了 但是它的速度感覺沒有馬上出來 然後我就慢慢慢慢膽子越來越大 我就直接就可以直接踩到底 我覺得它在失去旅這個方面就是還蠻保守蠻安全的 在操控上來講可能就比較安全 比較沒有這麼危險性 其實就是平常我有駕駛GRK 然後有MINI Cooper S 然後平常自己也騎哈雷 就是其實你就是去享受它 你不會等到就是跟別人討論起來的時候 你才會去認真試好 可是喔CC數是不一樣的 所以在跟別人討論的時候 他們說喔1400CC 然後才想說喔那有可能一台重機的CC數就比它高了 喔那我就會覺得說難怪是這樣的速度感 對 當然奧迪這個品牌 然後加上它的這個設計感 它絕對是在你想要買車的時候 你會是一個選項 你會想要去考慮它去認識它 那我自己的話我覺得 我的考量會覺得說如果 對於一個女生來講 因為我其實我還沒有認識 她還有什麼樣的外觀顏色選擇 對一個女生來講會不會 她不夠有可愛美麗或這些特徵 然後我也想到說對男生來講的話 她會不會不夠有不夠MAN 或是有那個速度感更酷更炫這樣的感覺 對 做精緻台車的時候我覺得它還蠻 呃 電子感的 因為它的那個儀表板全部都是電子的 沒有那就是 呃 那叫什麼啊 就是它的那個 呃 速度都是用電子顯示的 對 然後裡面空間蠻大的 然後它的那個後車廂也蠻大的 但我不知道欸它可以調那個嗎 方向盤可以上下嗎 可以可以 因為我剛才它沒有跟我講這怎麼調 對 嗯 嗯 那我覺得它開門的方式蠻有趣的 因為它好像不是直接 有點往上 對 我覺得那個還蠻特別的 蠻特別的 對 就是呃如果在行進間的時候還不錯 但是如果要變換車道的時候會覺得 起步會比較慢一點點 我覺得它放東西的地方蠻多的 哦 智物重的 因為跟318D比起來 因為318其實裡面 智物的空間蠻少的 我覺得車子 比較輕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它 就感覺比較 因為它 嗯 就是會比較輕的感覺 沒有 沒有很實的那種感覺 所以你喜歡那種感覺嗎 我喜歡比較重的車子 對 但是 我一坐上去的感覺 我最喜歡的就是 它的內裝 因為它是皮椅 嗯 因為本身就是 A-Class它是 你的A-Class有置不移 就比較熱一點 對 然後冷氣也比較冷 我覺得它 雖然只有就是1400的馬力 但是 嗯 它的起步真的非常有力 比你想像中還要更有力 對 動力就是很足夠 然後還有就是 我比較驚豔的是它的空間 就是內部的空間 就是它的 後面像小型一個網球場 沒有 就比較寬敞這樣 就是它後面就是可以 擠兩個成年人 嗯 對 而且我發現它好像 就是後座椅子是可以移動的 但是我覺得就是 唯一比較可惜的就是 它沒有天窗 如果說上山下海就是 欸 天窗打開就還蠻不錯的